昨天晚上很冷啊 你看我刚才要刮这冰结冰了 等一下出去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6号 我今天出去开车出去 拍一拍外面的德国的乡村的景色 也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我想起什么 我就讲一点什么 好吧 今天在德国是圣诞节第二天 还是属于假期 今天也是礼拜六 其实 现在等一下是出村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昨天我这视频就说了 这是农村 你看我就开出了100米 就是你看都是地了 冬天没什么可种的 这人老人一个人在外面走路 前面我左转 有的小伙伴们想知道就是这里的人啊 他们是靠什么生活呢 德国农民只有大概1.5%左右 也就是在村里住的大部分呢 都是上班的人 他们就靠这生活 德国的那个失业率不算特别高 应该像这种农村地区 可能百分之五百分之七左右吧 也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有工作 有钱赚的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 在德国是算中等吧 不算特别穷 也不算特别富 最富的是德国 像巴法利亚州啊 还有叫做巴登福腾堡州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奔驰保持他们那里 那个州或者是 宝马汽车那个州 这两个州是比较富的 德国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 大部分的工作位置 都是这种中小的乡镇企业提供的 所以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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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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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应该这样就这工业区就出去了 估计前面好像 我看看怎么走 要往左